布林肯在访问基辅之前 于10日在伦敦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 针对西方声称 伊朗已向俄罗斯转运短程弹道导弹 布林肯就警告 伊朗此举面临制裁后果 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 使用伊朗短程导弹的回应 布林肯表示 拜登总统不排除将允许乌克兰 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 深入打击俄罗斯腹地 布林肯称 在此时 至于谈判期间 不断上升的平民伤亡数字 布林肯则继续维持 美方对以色列的坦负立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